在數位支付的時代 維也納街頭仍可以看到 有人去ATM提領現金 根據統計 奧地利有百分之七十的消費 還是現金付款 是歐元區比例最高的國家 路上逛街的民眾 錢包裡都塞滿了鈔票 每位奧地利人平均貸了一百歐元現金在身上 許多商家也不接受刷卡付費 像是這間有名的冰淇淋小店 老闆就是現金付款的支持者 每份菜單上都有相關標示 提醒客人只能使用現金 為了杜絕洗錢 歐盟打算限制現金支付 每筆最高一萬歐元 但這項政策惹怒了許多奧地利人 奧地利執政黨則計畫 將附現權力寫入憲法 讓民眾不必再擔憂遭到限制 不過專家指出執政黨這項提議 僅具有象徵意義 因為能否繼續使用現金支付 全看歐盟法規會怎麼走 公視新聞兩億編譯